我們來看101填充A這一題 這一題就是一個無窮等比級數的問題 在100年其實也有出現一遍 所以一般對無窮其實高中要求的大概就是這種 無限循環小數無窮等比的核可以求就可以了 我們一樣把原理再稍微講解一下 現在有一個無窮數列就是S 事實上是A 接下來是0.01A 接下來是0.01的平方乘A 這樣子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它的這個核呢 其實它的算法就是怎樣呢 我們就是乘以一個公比 乘以公比之後它的效果就是A就會變成0.01A 那每一個都會後退一格 所以這樣子 一旦成了這樣子呢 我們把它相減 相減就變成0.99S等於A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不嚴謹的說法 反正後面你會覺得後面怎麼應該多一項 那邊是因為那一項太小可以忽略不計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了S就會等於0.99分之A 那我們現在知道這一項是什麼呢 這一項是這個循環小數1.2循環 1.2循環的意思就是怎樣 1又9分之2 這是等於9分之11 好那接著我們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所以A就等於0.99乘過來變成99% 乘上這個9分之11 好所以這樣子一約 變成121% 所以A就是1.21 好所以回顧一下這題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你怎麼去求一個無窮等比 那在這裡面呢 一般如果它一般情況 它其實就是這裡是R的話呢 那其實S就會等於什麼呢 1-R分之A 但前提就是怎樣 R的絕對只要小於1 這樣子主要後面那項才會很小 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你要對這循環小數 去解讀成這個式子 那循環小數的概念呢 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1.2 好1.2 好那今天呢 就是我們如果這是S 那你把它乘上10個S 那變成12.2 好 所以這兩個相減就得到9S 一樣等於11 所以S就等於9分之11 好 就是說你不只要知道這一個的 很快的計法 其實它的原油也是要把它清除一下 就是說原油都是乘一個公筆 然後讓它往後退 製造相同的出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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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